几年前在新加坡因为非法集资而被控的阳光大帝前董事何俊杰 今天因为涉嫌协助投资公司非法集资 收取高达2亿3000万令吉的款项而被控上庭 不过他否认有罪 37岁的何俊杰面对两项控状 指他分别在2006年7月14号和2008年4月4号 协助阳光大帝私人有限公司非法集资 有关公司并没有获得在1989年银行与金融机构法令下发出的执照 代表国家银行的主控官指出控方要求两项控状一起审讯 同时指被告的罪行严重可被判很重的刑罚 而且被告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权 因此建议被告的每项控状保释金为100万令吉 被告代表律师努力杀则要求减低保金 理由是被告因为涉及欺诈交易以及失信 曾经在新加坡坐牢7年 在被大马警方盘问期间也十分配合 地庭法官过后阅令被告有两名担保人 以200万令吉保释 同时必须把护照交由法庭保管 并责定案件在9月19号过堂 我从前工就把手提供了